万物无常 凡是存在的就会变化 凡是不变的就不存在 正视着生活 我们将会注意到 一切的存在 是怎样起两种极端 与比对之间不断地流动 变迁 我们注意到世间上的一切浮沉 喜乐 成败 得失 我们遇到尊敬和侮辱 赞美和责备 同时我们感觉到 我们的心反映了 所有的幸福和忧愁 愉快和沮丧 满意和失望 希望和恐惧 这些情感上的浪潮 激星我们又达我们下来 隔一会儿我们休息一回 然后我们又冲击在新的浪潮力量之下 我们期望如何站稳在水波浪头 但是我们可以在哪里建立在我们生命的大厦 在这个永无忧止的人海之间呢 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些快乐 都是来自于很多失望 失败 和挫败之后 这个世界的快乐 是在病患 拼命和死亡之间成长 这个世界 在不久之前 刚刚和我们一起悲鸣 但是不久之后 又需要我们同情了 这样的世界需要宁静 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我们的亲密朋友 在第二日之内 就变成了损害我们的敌人了 佛台形容世间 如同无忧止的变化消长 一切都是无常的 不断地转变 无忧止的变化 浮沉 盛衰 如同流动的流水一样 万物 没有片刻 不在聚散无常中 反复地生灭中 在反复回旋 生命是继续不断运行 而变迁到死亡 物质 或者其形式 在生活中 无论有没有表现出来 也都是不断地运行 而变化 走向于扭坏 这种万法无常的本质教义 是佛教的俗心点之一 绝对的真实体 不属于这个世间 有绝对 就不可能有生死 不理任何东西 只要有起源 就有毁灭 变化 正是真实体的要素 承认了无常律 或者变化律 佛陀否定存在的永恒实质 物质和精神 只是虚妄的抽象 实质上 只是一些变化的因缘和合 他们互相依存 而生起的作用 今天科学家们 正在接受佛陀所发现的变迁律 科学家主张世界上是没有实体的 稳固的实体东西 每一件事都是能量的漩涡 两个连续的刹那 没有一件东西是相同的 整个大世界 都是扭缴起 这个迅速运行的变迁漩涡之中 科学所提出的理论之一是 当太阳毁灭或者死亡之后 世间将成为一片冷却 佛教徒不以此说而恐惧 佛陀说过 宇宙或者世界循环 是无优子的生灭 正如个人的生命一样 我们的世界非常可能会结束 这个在先前的世界 已经发生过了 它将会再发生 世界是一个过渡的现象 我们属于时间的世界 每一个写下来的字 每一件石刻 每一幅图画 文明的结构 每一代人 中将如同 那被围望的下日旅的 落花落叶消失 有存在的就有变化 没有变化 就不存在 这样所有的神灵 人类 动物们 和物质形式 宇宙的一切 无不是 无常定律所支配 佛陀在《相应报经》中说 身如泡沫 瘦如水泡 想如武器 行如芭蕉 色如气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